今天早上纽约州众议长肖华在他的办公室和其他众议员一起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一同敦促纽约州参议院尽快通过梦想法案 能够让更多的无证移民学生尽快得到更好的上学机会 来看报道 今晚的新闻会上肖华表示梦想法案就像是一扇门 为无证移民的学生打开了人生更广阔的道路 以2013年的一个月为例 在纽约州高中学历就业人口的失业率就比拥有大学学历就业人口高出了一倍 梦想法案可以给怀抱美国梦的年轻人一个圆梦的机会 梦想法案中包括无证移民学生缴纳和本州居民一样的低廉学费 为无证移民学生提供私人升学赞助奖学金 以及上学贷款等一系列教育资金 萧华敦促州参议院尽快通过这个立民法案 为您的记忆移民学生提供私人升学赞助奖学金 如果成立立法案 将第一次进行移民学生提供私人升学赞助奖学赞助奖学赞助 州众议员莫亚表示让梦想法案得以通过 毋庸置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为提高纽约甚至全美受教育人口程度都将有极大的帮助 吴正一名学生代表随后表示 自己从小跟随父母来到美国 大学期间为了支付高额的学费 他不得不打三份工才勉强足以支撑学业 他希望梦想法案可以尽快得以通过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和他一样的学生享受到同等的教育 让他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华尔电视记者赵璐纽约采访报道 法拉盛华商会今天举行了年终工作回顾记者会 理事长徐朱刘蒂宣布 该会将于明年的1月24号 在法拉盛可乐纳公园的圆顶餐厅举办第32届年会 届时除了将会邀请到新任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出席之外 还将会在会中颁奖 表扬包括现任市长彭博在内 多位对华人社区有贡献的人士 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徐朱刘蒂 23号在年终回顾的记者会中宣布 该会将在明年的1月24号晚间7点 在法拉盛可乐纳公园的Terrace on the Park餐厅 举行第32届的年会 徐朱刘蒂表示 回顾2013年 该会持续在社区举办多项活动 感谢各界的支持 让活动顺利进行 展望未来 该会也将扩展服务 关怀智障及临终的老年人 我们希望明年再来多拜访一些所谓的自张的小朋友 或者说真正需要帮助的 要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间的这些老人家 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踏入这个部分 去做一些所谓社会的公益 总干事杜比德表示 明年的年会中将邀请新任市长白思豪出席 还将颁奖多位热心服务人士 包括现任市长彭博 市议员顾雅明前主任陈铁辉 及华商会理事刘玉等 杜比德表示 日前已经获得白思豪办公室的邀请 将与理事长徐朱刘蒂一同出席 明年1月1日的市长就职典礼 而根据华商会的历史与发展 该会将鼓励更多华人参与政治事务 我们要深深地检讨的是 在整个华人参政的过程 我们还是要重视到说 我们毕竟是少数主义 不能一昧地只朝一个方向走 而是要与一个能够跟社区 跟一些主流社会的人妥协 我们学到了很多 游戏区参加华商会年会 可以打电话到718-353-2320询问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铁 纽约策访报道 华裔艺术家林世宝 日前在法拉盛共荣经济发展中心宣布 他与摄影家许振辉合作完成的 NYF和蔚来行动艺术正式启动 这是一项以推动社区注重节能环保概念 作为法拉盛未来等城市发展蓝图的第一个计划 那么在日前完成制作的2014年年力 将会赠送给社区民众 由亚评会OneFlush月前在法拉盛长刀铁路车站 推动的壁画活动 21号在法拉盛共荣经济发展中心做总结报告 执行主任崔荣准感谢社区各界的支持 并介绍艺术家林世宝 林世宝在会中宣布 他与摄影家许振辉合作完成的 NYF和蔚来行动艺术正式启动 这是以推动社区注重节能环保概念 作为未来法拉盛等城市发展蓝图的计划 在日前已经完成并制作成2014年的年力 将免费赠送给社区民众 林世宝也感谢OneFlush 推动社区文化艺术的努力 期望法拉盛社区从这个壁画开始 来展开法拉盛和未来的艺术创作 希望说有一天美术馆的单身 希望从一个office开始策划开始 所以我们鼓励有更多的office 能够积极地去策划 关心我们社区的发展 不只在经济力 希望也是感性的 艺术文化方面注入一些心血 出席人士还包括市议员顾雅明 企业家陈秋贵及新权新生活基金会会长李芳等代表 与会者都对这项创意做法表示支持 也欢迎更多的社区企业和社团 来支持法拉盛的文化艺术 这项2014年年力将赠送给社区民众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向亚平会 OneFlush或安康宁之友会等机构索取 华语电视机者杨展天 纽约创报导 纽约市警方昨天下午称 一名35岁的男子从曼哈顿中区的一座高楼 52层将自己3岁的儿子扔下 随后跳楼自杀 父子双双身亡 据警方介绍 35岁的卡纳里科夫星期天中午 从曼哈顿中城52层高的林肯广场的楼顶 扔下了自己3岁大的儿子 随后跳楼自杀 父子双双身亡 他的儿子吉里尔落地时身穿睡衣 事情发生之后 他被送往罗斯福医院 最终不治身亡 警方表示 他们接到报警电话之后赶到现场 在附近两栋建筑的屋顶 分别发现了卡纳里科夫和他的儿子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介绍 在事发现场 救护人员试图用各种急救方式 挽救卡纳里科夫的性命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 警方表示 卡纳里科夫与孩子的母亲就监护权产生了纠纷 母亲拥有孩子的监护权 父亲则拥有探视权 据悉卡纳里科夫本来应该在星期天上午10点 到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接孩子 在于下午1点把孩子送回警局 不料却发生了这件人间惨剧 再来看一则男家方面的消息 华裔企业城堡力集团 联手北美最大的赛马平台 Expressbit 希望吸纳美国500万华裔市场 而创办的中文赛马网 这个名称为一马网的网站 可以用繁体或简体中文 浏览各项赛马资讯 有丰富的专题报道 以及现场赛马可以下注 集团执行长许坚说 在香港 民众们对于赛马的热情非常高 市民在赛马上一年的消费 高达1500美金 而在美国仅为35美元 他认为 美国的赛马市场 尤其以亚裔的马迷 还没有被充分的开发 未来潜力极大 这一马网呢 是我们城堡力一个新的project 主要是针对我们 这个entertainment business 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 娱乐事业 那觉得这个赛马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娱乐了 这个娱乐呢 是也是个spot spot of king 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广这赛马 其实这个赛马并不是光是赌博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是一个运动 那这个运动可以发挥他们从trainer 就是练马斯 或者是jockey 就是他的这个棋师和owner 包括他的马 怎么样去配合 怎么样成为一个team 怎么样去在这个比赛中赢取这个大赛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也是团队精神了 所以我在这方面的话呢 因为我在这个赛马的这个行业里面呢 也已经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这个娱乐呢 其实是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我们公司的决定 把这个娱乐呢 推给这个我们的华人市场 一般不懂赛马的人 只是以为赛马文化是看哪一匹马跑得快 了解其各种奥妙的华人少之又少 亚凯迪亚跑马场副主席汤姆路德说 美国的赛马运动是希望借助中文网 能够增进华人社区对赛马运动的了解 以及参与 现在观众只要透过一马网开设账户 进行中文在线投注服务 最低赌注金额只要一块钱 从2014年开始 一马网还将陆续登录移动设备 推行手机应用程式 让民众随时随地可以掌握比赛的最新资讯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